文古時代的神秘信仰 鷹和熊合體 來自於遙遠的 古代的圖童時代 從五千多年前的紅山文化 直到清朝 它一直是珍貴玉器的表現對象 把鷹和熊組合在一起 這種玉器就叫做英雄 魯香說玉 文化大觀園正在播出 台北故宮博物院 藏有一件距今四千多年的 山東龍山文化玉龜 玉龜上刻有 英 壽面和人面文式 它是乾隆皇帝的收藏 乾隆皇帝認為 玉龜上的壽面是熊的形象 酷愛作詩的乾隆 這次也不例外 照舊賦詩一首 以英雄比你英雄 世代商周 咬莫穷 英雄克配你英雄 在清宮舊藏中 有關熊和鷹題材的玉器 還有不少 在乾隆年間 出土了一件這樣的 漢代的玉雄 那麼有很多的官員知道 乾隆是個玉癡 就馬上把這個 就通過各種辦法 就送到了宮裡頭 獻給了乾隆 乾隆非常的喜歡 乾隆就讓宮廷裡頭的玉宮 這個造完處照著這個樣子 仿造了一個這樣的玉雄 造得幾乎一模一樣 這是兩個竹臺 這個熊的頭頂上 實際上是一個放竹臺的兩個盤盤 蠟燭往這裡放 這就是一盞燈 為什麼乾隆會喜歡它呢 我估計乾隆喜歡的就是這個熊的姿態 你看這個熊 是不是像一個功夫熊貓 出自不同年代 造型各異的各種玉智英雄器 是幾位私人藏家的重要收藏 按照歷史的演進順序看來 從史前的紅山文化 直到商周 湛漢 英雄器包括單獨表現 鷹或熊的玉器 逐漸由抽象變為具象 隨著著玉技藝的不斷進步 包金 錯金 鑲嵌等等技藝 也被運用到了玉器的加工製作上 這是一件白玉包金的一件英雄器 上頭是一個包金的一頭鷹 鷹站在一頭白玉的熊的背上頭 這個熊也有局部的地方包金 像它的眼睛和它的兩個上肢 這也是包金的 這就是一件典型的戰國時候的 玉包金的英雄器 那麼像這種把鷹和熊 兩個完全不同的動物 一個是天上飛的 一個是在森林裡頭走的 這樣兩個動物合到一起 這樣一種造型 包括這樣一種構思 從我們現在已有的 能夠看到的這個玉器來看 大概是從戰國時候開始 被命名為鷹熊器的古代玉器 其實有多種呈現方式 最直觀的一種 就是鷹立在熊的背上 或者頭上這樣一種組合 雖然在真實的大自然中 這種情形幾乎不可能發生 但古人還是把它們琢磨在一起 雖然不可思議 但也充滿意趣 而鷹熊身這種組合就比較少見 現實世界中完全不存在的這種生物 在它的身上似乎笼罩著 濃濃的神秘氣息 讓人不由得聯想起 遠古時代的圖騰崇拜 那麼熊也好 鷹也好 這兩個自然界的這個 非常有代表性的這個動物呢 是什麼時候進入了 我們人類的文化的事業之中間 而且被我們鮮明 用玉這樣一種材料來進行雕刻 大概現在能追溯到的 就到紅扇文化時期 也是東北亞地區五千多年以前的紅扇文化 可能是最早把鷹和熊 然後納入到了文化事業中間 而且對這兩個題材進行一種藝術表現的 你看這就是熊 在紅扇文化的中間 我們看到真正的熊的形象很少 你看這是一個小小的熊的臉 小小的一個熊的臉 它其實有一點點擬人化了 熊作為崇拜偶像 曾出現在五千五百年前 紅扇文化的牛和良遺址女神廟之中 在遺址中發現了真熊的下額骨 以及泥塑的熊頭下部 及熊爪的殘劍 這次考古發現表明 熊是作為史前神廟之中的尊神 而受到紅扇先民的特殊禮遇的 而泥塑的鷹赤與鷹爪殘劍的發現表明 鷹和熊都是紅扇先民圖騰崇拜的對象 現在有很多的學者認為 包括從事紅扇文化考古發掘的孫首道先生 他們這些人也認為 我們過去叫做玉豬龍的那個豬龍 其實應該是玉熊龍 他因為那個頭的形象 經過十幾年二十年 專家學生們的反复的觀察和辨認 認為他其實應該是一個熊手的變形 而不是一個豬手的變形 而熊和這一個龍的關係 可能還更密切一些 那麼鷹就是紅山文化中間的幾個 最主要的這個題材了 這是一隻紅山文化時期的一隻大玉鷹 你看這個形象完全是一個空中霸主的形象 它的背面 這個它的剪影也是 因為這是一隻正在空中 向下俯充的這個鷹的形象 所以從紅山文化開始 也就是五千五百年以前 鷹和熊就進入了我們人類的文化的視野 開始變成我們人類所崇拜的兩個大型動物 從甲骨文來看 漢字能就是熊的本字 古代先民在造字時 為什麼要把陸地上最大的食肉動物熊 奉為生命力之能量的象徵呢 這絕不會是沒有道理的隨意行為 研究學者認為 熊冬天冬眠春天蘇醒的自然習性 被遠古人理解為是死而復生的象徵 再加上熊有著像人一樣 站立行走的姿態 因而遠古人將熊當作神明一樣崇拜 距今五千多年的兩種文化中 出土玉器上也有鷹與熊組合的線索 在兩種出土的玉蟲和玉月上 刻有鳥形紋式 鳥繪內溝這其實是鷹的特征 文化大觀園欄目曾在2018年前往位於 浙江杭州漁航區的 兩種文化遺址中心進行拍攝 在兩種博物館中 我們見到了兩種玉器中體量最大 享有蟲王美玉的玉蟲 玉蟲上的神人獸面紋既像人 又像獸神秘而詭異 其複雜和精細的程度 讓人感到匪夷所思 這個獨一無二極具神秘色彩的圖案 被認定為兩種文化的標誌 在早期它的這個上面 就是都刻著了神人獸面紋 它四個腳 是吧 四個腳都有 說明當時這個兩組社會 它已經有比較高度的一種 統一的精神的一種信仰 信仰 而且他們兩組人很聰明的兩組人 這個創造了一個圖騰 創造了一個形象 因為這個形象在新神生活當中 是沒有的 上面是一個人 這個下面是一個獸 是一個組合的 是一個組合的 不像其他原始的那些 就是考古學文化裡面發現的 鳥的崇拜 獸的崇拜 太陽的崇拜 是生活當中有什麼 它崇拜這個 而兩組是創造了一個 創造了一個神 說明它的當時的文明 到達了一定的高度 對 他們創造了一個共同的信仰 就是神人獸面 這個相當現在的國徽了 國徽 對 神人獸面文的圖案上部為人像 對於人像的看法 學界意見比較統一 但在研究獸面文時 學界出現了多種看法 有人認為是虎文 有人認為是鳥文 有人把它看作是最原始的龍文 還有人認為 它是綜合多種動物形象 而抽象出來的圖像 但還有研究學者 提出這樣的看法 獸面下部有外露明顯的爪 在獸類中 只有熊爪是張開的 因此可以說 獸面文中 也有熊的特征顯示